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德国媒体明星杂志 报道中国一天内展示两架新型第六代战斗机 北京一天内展示两架新型第六代战斗机 在毛泽东诞辰之际,出现了两架不同的第六代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镜头 其中一款可能会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 中国正在把华盛顿抛在后面吗? 中国已经赶上美国了吗? 在短短几小时内,中国就展示了两架正在试飞的新型战斗机 据推测,这些原型机距离量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它们的全尺寸已经可以在空中飞行了 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图片更加详细 它似乎是第六代重型战斗机 美国的F-35和F-22型战斗机属于第五代战斗机 F-16或欧洲战斗机Eurofighter属于第四代战斗机 美国正在研制NGAD第六代战斗机 五尾翼战斗机 图片显示的是成都歼20S战斗机半飞的新机型 未经证实的名称是歼-36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尾翼的纯三角翼设计 喷气式飞机的尺寸及其突出外形 可为驾驶舱内并排布置两名机组人员提供空间 取消飞机的传统尾翼是为了大幅减少来自各个方向的雷达信号 上侧的出风口也表明卫装是重重之重 特别是当飞机在极高海拔飞行时 各种控制面旨在取代缺失的尾翼 只有通过计算机将飞行员的指令转换为控制脉冲 这种飞机才能飞行 在大气层边缘飞行 进气口表明飞机有三个发动机 这与美国的所有设计明显不同 大型架机身为内部武器舱提供了空间 主起落架有两个轮子 这是苏-34等重型战斗轰炸机的标志 总的来说 歼-36是为航程重型运输载货和隐形而设计的 在机动性方面可能会有所妥协 这并不罕见 因为传统的飞机对飞机的战斗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喷气发动机表明 歼-36可以在大气层边缘的高空 以极高的速度作业 主导权远离中国海岸 无论是重型战斗机还是中型轰炸机 歼-36都能以良好的隐身性能 攻击空中、地面和海上目标 而且其航程和速度远远超过中国以前的飞机 据推测 歼-36将作为综合空中作战系统中的飞行指挥中心 还将配备辽机无人机 第二架飞机来自沈阳飞机工业公司SAC 这种飞机也没有尾翼和尾翼装置 但采用了不同的外形 该机没有采用三角翼设计 而是采用墙后掠角机翼 只有两个发动机 这些视频是在12月26日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诞成后的第二天发布的 同一天一艘大型076型两栖登陆舰下水 076型不仅异常庞大 该舰还配有电磁弹射器 可用于发射固定翼无人机或战斗机 研发速度很快 目前还无法断定这两款Pay-6是飞机 是真正的原型机 还是用于测试技术的模型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其发展速度 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相似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间谍活动 相似的需求导致相似的解决方案 这次首飞清楚地表明 中国正在迅速缩小美国的领先优势 在战斗机制造方面 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越俄罗斯 成为世界第二 按照这个速度 中国很可能在引进第六代战斗机方面赶上 甚至超越美国 国防美元战争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于成本过高 美国第六代战机计划陷入困境 总体而言 如果北京能以更低廉的价格采购国防装备 美国将面临重大问题 一旦服役 像歼-36这样的飞机 将大大增强北京在太平洋地区的能力 美国将无法将航空母舰或空中侦察机 阻挡在歼-36的航程之外 德国之士在这里请问大侠 这句话是否意味着 所谓第二岛链已经不存在了呢 以后丑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到南海游移了 好 我们来看看一家军事门户网站 The Warzone的网友评论 显然这是一家美国的军事网站 该网站刊登中国首飞六代战级的标题是 是的 中国刚刚又试飞了一架 五尾亿新一代引擎飞机 好 现在我们马上看评论 第一条评论 似乎有很多假设都是基于 很可能是一次性的东西 即使这些是几个这样的例子之一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例子 在各自的开发计划中进展如何 它们是如何装备的 以及它们的性能如何 下一条评论 该死的 我无语了 我敢打赌 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 要到2026年才会展示六代机 继续往下 你似乎忘记了 美国的六代机项目组早在四年前就已经飞过了 贫穷的中国落后太多了 德国知事点评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是酸葡萄心理吧 我们再往下 这不过是一场狗和小马的表演 让那些不知道所有这些第五代和第六代飞机的都已经过时 毫无价值的人觉得 哇 技术太先进了 这不过是让猴子们兴奋不已 津津乐道的面包和马戏表演 就像他们谈论足球比赛一样 虽然这些硬件在军事上毫无价值 但在这场虚假的技术大战中 你可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或者使自己的球队更加努力地竞争 从而感觉良好 他们给普通民众的先进性 足以让他们认为进步是持续的 这是最先进的技术 而实际上这些F-35 F-22苏57等 都只是过时的毫无价值的垃圾 下一条评论 这可能是陈飞设计的另一款 第六代战斗机的竞争对手 也可能是中程辽机设计的杂人版本 用于伴随第六代战斗机 美国空军的F-X原始效果图中 就有一种高端UCAV与PCA配套 这可能是其原型或版本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 但我们现在知道 美国似乎处于劣势 我们需要尽快让美国六代战机项目和F-A-X-X投入使用 否则我们有可能在2030年代被中国比下去 这位网友跟帖 虽然比其他国家强 但你们政府的执行能力太差了 我们再往下 我相信我们正在重温胡福时刻 下一条评论 中国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国家 他们需要在一年内生产并销售3000万辆汽车吗 每年建造1000艘远洋舰艇或100架歼20 使舰队规模达到800架 而我们只有150架战斗偏对猛禽 他们需要运营5500艘商船 而美国只有80艘 成为5G技术的领导者 还是什么 怎么才能打破这种病态的自欺欺人 即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制造强大的技术 我不明白 因为从这些数字来看 我甚至可以说 就目前而言 中国人比我们更有能力 下一条评论 不是什么重温胡福时刻 这是为了对付我们赖以生存的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 此外 它还能在台湾以东与CBG作战 印度也应该非常担心 继续往下 正如一些傲慢的西方人轻蔑地说 他们无疑为今天赢得了互联网积分 但现实情况是 中国正在向世人展示 他们的工业能力以速度和规模进行建设 而不仅仅是空中领域的技术 他们拥有主场优势 也有足够的数量 如果我们不能明确自己的要求 并降低成本 我们的竞争优势就会大大降低 好 我们再往下 用第六代来形容 或许有些过于草率 这位网友发了一条推文批评美国人 当另一个国家推出先进武器系统时 人们最讨厌的反应之一就是 谁在乎呢 我们美国比它早一代就有更好的了 这也许是对的 但这并不能因为美国拥有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就在某种程度上 否定新系统所带来的威胁 或否定它在许多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飞跃 这是一种奇怪的脱节 它以肤浅的否定 简化了往往非常复杂的问题 于下这一两句就不翻译了 因为我不是特别知道它到底指什么意思 好 下一条评论 我认为这或许可以解释 中国国内对尖-35相对缺乏兴趣 他们正在研制更先进的战机 或者这可能是中国版的YF-22或YF-23 就像洛克希德与波音那样 陈飞和沈飞之间的双雄争霸 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指标 表明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足够成熟 可以在并列项目之间展开真正的竞争 而不是依靠集中规划 将有限的资源和技术 分散到非重复项目上 下一条评论 是的 它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很可能是垃圾 于是这位网友怼它 他的评论可能是用中国制造的 苹果手机或苹果笔记本电脑打出来的 毫无自知之明 再往下 这些看起来是中国迈出的很好的一步 希望能给美国空军和国会敲响警钟 美国六代际项目需要回到正轨 我认为它比人们所知道的更近一步 希望我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他们用适当的航程 有效宰荷 技术建造它 即使成本很高 也是需要的 虽然我不是习近平或中国的粉丝 但我还是要对他们设计出几款外形玄酷的隐形战斗机 表示敬意 我相信有些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 但我认为 三引擎型号的隐形战斗机 看起来很酷 几乎有一种俄罗斯怪异的感觉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细节 下条评论 近一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让我们失去了领先优势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可原谅 几乎是犯罪 也许再多花几千亿 他们就能提出一系列深奥的流行语 以减轻我们对不再是老大的恐惧 好 接下来这句话可能是指 美国军工体系群带关系吧 请英语6的人帮帮忙来翻译一下 我自己就不搬门弄斧了 我们继续往下 在这点上 我认为他们只是中饱私囊 而中国才是腐败中的那一个 好吧 继续往下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有点侮辱人呢 歼20原本就是要与我们的F-22相媲美 现在却成了新人的追逐机 希望我们能搞出六代机 不过我很怀疑 我们再往下 是非当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日 说实话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 还以为是架飞机模型 下一条评论 我认为我们可能在拿苹果跟橘子做比较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先进飞机将承担不同的任务 尤其是第一岛链内 这会影响设计 我认为 他们的大多数低可观测平台 都将是重型ISR平台 以中等续航力补助杀伤链 只要他们不是在与我们进行热战 他们就只需要让邻国绝察不到 他们不需要最新兴的技术来完成任务 这只是我的看法 朋友们 英国防务杂志也做了报道 中国先行远程隐形战机亮相 我们直接看网友评论吧 第一条评论 顶部似乎也有一个进气口 下一条评论 由于中国喷气式发动机性能不佳 因此采用了三个发动机 两侧各有一个进气口 顶部进气口用于中间发动机 继续往下 再说一遍 我们了解的很少 但我也是这么想的 中国发动机根本不是市场上最好的 而且发动机也一定用于重型飞机 似乎每个人都在匆忙下结论 说原型机可能不会投入生产 下一条评论 我希望西方的技术更好一些 而且中国的六代机 对我们的系统来说不够隐蔽 继续往下 同样是三台发动机 这表明它的航程非常大 巡航速度高 很可能是高超音速 发电量大 据报道 沈飞最近测试了他们自己的第六代技术验证机 全球空中作战计划 GCAP必须做好准备 与英国或更有可能与日本航空自卫队一起迎战这些飞机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对它的性能拭目以待 下一条评论 鉴于日本人的大量投入 及其情报部门的高效率 如果他们不知道这架飞机和GCAP 是为对抗中国未来的飞机和技术而设计的 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继续往下 整个西方世界知道这种飞机已经好几年了 要与西方飞机像媲美 中国的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很乐意用F15来对付这样的飞机 德国知识点评 天呐 曾经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佬也太自信了吧 好 我们再往下 美国空军并不同意你的说法 中国导弹的射程比美国导弹更远 虽然他们的发动机还没有达到要求 但他们的雷达应该非常好 下条评论 美国的工程技术问题非常严重 但老实说 即使欧洲的工程师更好 我们也缺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原始数量 与制造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相比 我们对软件工程的重视程度简直是疯了 比如远程导弹 美国是最差的 我只是不明白如此糟糕的资源分配 是如何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继续往下 后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的高端技术完全失灵 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摆设 尤其是中国的很多技术 都是基于俄罗斯苏联的设计 我们再看下条评论 中国不是俄罗斯 我们真的需要开始关注这一点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1.5亿人口 国民总产值还不如英国的衰落国家 中国的GDP是英国的5倍 人口有14亿 现在控制者全世界约55%的造船能力 其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60倍 每18个月就有一艘相当于整个皇家海军的军舰下海 20年前 中国使用的是俄罗斯技术 现在俄罗斯使用的是中国技术 中国的是新颖的设计和研究 而不仅仅是从40年前的苏联项目或偷来的技术中 山寨出来的 下一条评论 他们飞的是原型机 那又怎样 他们还没有建立窃取制造先进涡轮喷气机的技术 更不用说六代亨联合循环了 读我知识说明一下 刚才看到的六代后面有个HEN 这个亨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不敢随便翻译 航电设备 传感器 通信 等等等等 对中国的这个六代机 我还不会感到兴奋 继续往下啊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认为 通常极为神秘的中国军方 在众目睽睽之下 拥有一架原型机 而且飞得很低很慢 足以让拥有基本摄像设备的旁观者 看个清楚 这非常可疑吗 再往下 这显然是个圈套 下条评论 我猜这是在向特朗普传递信息 好 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你可以看到这种飞机 在太平洋上空 对加油机和预警机进行深度穿透 希望美国能尽快将E-7撇入机队 因为我不认为E-3上的雷达会非常有效 对中国来说 这种区域攻击机可能比战略轰炸机更重要 美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试飞了第六代原型机 所以并不是说中国已经领先了 我们英国应该在2027年试飞 但中国在很多方面确实已经赶上了 这肯定比歼20有很大的改进 希望这能让即将上任的政府 集中精力 停止在无谓的贸易战和网络攻击中热闹盟友 有趣的是 特朗普攻击了欧盟 丹麦 加拿大 墨西哥和巴拿马 却没有对中国 俄罗斯和伊朗发表任何评论 这对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的未来 不是个好兆头 好的 朋友们 大家也注意到了吗 从评论看 好像英国人比美国人还自傲 很看不起中国的六代机 但是英国它根本就没有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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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